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等你來看 斯里蘭卡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 憤怒的民眾 9號在首都抗議示威 還闖入了總統府 還有總理的私宅 抗議民眾闖進總理 威克瑞米辛赫的私宅後 隨即縱火焚燒宣洩不滿 燒走之前 示威者還佔領了總統府 根據媒體報導 當時總統拉賈帕克薩 已經逃離 斯里蘭卡因為經濟崩潰 造成了社會動盪不安 連日來抗議不斷 斯里蘭卡國會議長 阿貝瓦迪娜9號表示 他已經接獲了總統拉賈帕克薩的通知 證實總統將在13號正式下台 總理也宣布辭職 並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